近日为减少登革热并列的激增 雅加达东区城管人员计划将对房屋内发现一纹幼虫的居民 处于5000万亿尼顿的罚款 据报道雅加达东部城管团队负责人布迪表示 为减少东雅加达登革热并列的数量 他们计划对房屋内发现一纹幼虫的居民 处于5000万段的罚款 此前赵快的市长及协调会议 讨论了登革热并列增加到2290例的问题 因此决定实施该罚款 也加达东部城管人员 双方设法减少登革热并列 其中包括制定执行地区条例 促进消灭移虫的潮举 并要求社区协助这些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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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